在前幾週的影片中 我曾經有說過 青眼白龍應該是大家說到遊戲王時 第一個會搶起的怪獸 然而有很多觀眾留言 不對 我最愛的怪獸不是他們 是黑魔島女孩 嗯 完全可以理解啊 如果說青眼白龍與黑魔島 是遊戲王最經典的代表 那黑魔島女孩就是玩家心目中的女神了 在過去萌妹子卡片 還沒有這麼多的遠古時代 黑魔島女孩可以說是領先世界25年的存在 她的可愛形象以及表現 成為了遊戲王中的萌始祖 不但推出各種的卡圖 模型也是至今都一直在推出 尤其是最近的這尊真的是 做得太好了吧 作為一個重點招牌 黑魔島女孩在原作動畫 以及登場後的25年間 其實登場了不少的關聯卡 有融合超量 甚至還登場了女團啊 可以說是萌到大家不要不要打 那今天我們就來回顧 遊戲王登場至今出過的 黑魔島女孩全形態 首先先從最經典的開始 黑魔島女孩 在DM動畫決鬥城市篇中 亞圖姆遇到了同樣使用黑魔島的潘多拉 相較於亞圖姆與黑魔島有著超越時空的感情 潘多拉則是個為了決鬥勝利 可以不惜犧牲自己怪獸的決鬥者 在潘多拉使用了黑魔術的木簾 召喚出牌組的黑魔島二批色 準備直接攻擊遊戲時 我們的遊戲卻自信的說到 在怪獸的世界中 其實有一位 繼承最高級魔術師魔力的弟子 接著也使用黑魔術的木簾的效果 讓黑魔島女孩降臨 黑魔島女孩有著2000分攻擊力 以及1700分的守備力 看著比自己黑魔島還低的攻擊力 潘多拉果斷腦衝攻擊 然而黑魔島女孩卻有特殊的效果 可以就雙方目的 黑魔島與黑混沌之魔術師的數量 來提高自己的攻擊力 潘多拉恰子一算絕的 就算繼承了目的黑魔島的攻擊力 應該也打不贏自己的黑魔島啊 然而他卻發現 黑魔島女孩不但繼承了遊戲目的黑魔島的魔力 還繼承了那個被自己狠心犧牲的黑魔島的靈魂 雅圖姆就靠著黑魔島女孩 與兩位黑魔島的力量反敗為勝 隨後黑魔島女孩在戰鬥城市篇中 成為了遊戲的愛用卡片 不但登場了許多的名場面 還擔當後續劇情的引導角色 與師父黑魔島在史卡中 內有著各種合作的魔法陷阱卡 而除了這個最早登場的形態之外 黑魔島女孩在動畫中 也有過不少其他形態的登場 而且有些還不是遊戲使用的 我們來看到下面一位 卡通黑魔島女孩 登場於動畫原創多馬篇 海馬VS亞美魯達的對決 也曾經在劇場版光之金字塔中 由貝卡斯本人直接使用 甚至在續作GX也有登場 雖然不是遊戲使用的黑魔島女孩 然而戲份卻是意外的多啊 卡通黑魔島女孩 在外型上有著更為幼小的身形 如果你是蘿莉控的話 一定會非常喜歡這張卡片 嗯? 奇怪怎麼有人敲門 我去開門一下 受到了卡通世界的影響 眼睛與表情的呈現 都改為更為美式卡通的風格 讓人懷疑在演完遊戲王之後 是不是會去找魔人啾啾對打呢 成為了卡通怪獸的最大特色 就是可以直接攻擊玩家 並且在動畫中有著獨有的抗性 攻擊時可以不用施法 直接用法杖物理K人 也可以直接捲曲身體 做出不合理的角度躲避攻擊 在動畫中非常可愛且調皮 雖然可愛版的呢也不錯 但我希望哪天也可以出一個 大姐姐黑魔島女孩啊 龍騎士黑魔島女孩 同樣登場於動畫原創多馬篇 暗遊戲與拉菲兒的戰鬥中 黑魔島女孩與迪馬歐斯融合誕生的怪獸 各位觀眾這真的是太悶了 這個師傅比我們先融合就算了 居然迪馬歐斯也比我們早融合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與傳說這龍融合之後 黑魔島女孩換上了勇士盔甲 騎在了迪馬歐斯的背上 成為了迷父其實的美少女騎士 這個裝甲雖然感覺應該是沒有什麼防禦能力 但登場後的回應卻是一致好評啊 在與傳說這龍融合之後 攻擊力提升到了2600 並且獲得全新的能力 可以藉由DOC一張手牌 來讓場上表色的卡片破壞 這個效果也可以在對手回合使用 可以即時阻擋對手的進攻 傳說之龍加上美少女的組合 是遊戲王中最受歡迎的攻勢 在粉絲間有著超高的人氣 也因此後續還推出了異圖版本 有著比起原版更優美的角度 只能說官方真的是很懂出啊 OK 這是500$ 你沒有選擇的 電腦也不能保持電腦 而且收拾也不太... 閉嘴 拿我的錢 隨著故事的推進 黑木島女孩的過往 也在王之機片中被揭露 她的真身正是3000年前 神官馬哈特的弟子 瑪娜所操縱的精靈 在漫畫原作與動畫當中 這精靈有著兩種不同的外型 一個是我們現在看到動畫中白臉精髮 與黑木島女孩相似的姿態 另一種則是原作登場時 最初合膚金髮的設定 而官方後來也有將這最原始的形態做成卡片 幻想之見習魔導師 登場於2016年11月的V Jump 擁有與黑木島女孩同樣的素質 設計上即是源自最早瑪娜操縱的精靈原型 可以藉由捨棄手牌來特殊召喚 還有著登場時能檢索黑木島入手的效果 為了重現劇中與師傅黑木島合作的橋段 還有著能將自身送入目的 來讓魔法始祖提高攻擊的效果 與黑木島女孩可以說是不同時間設定上的同個存在 白肉vs黑肉 不知道大家是喜歡哪一邊呢 除了動畫登場的黑木島女孩之外 我們接著來看電影登場的 《魔導女武神》 登場於2004年電影《光之金字塔》 暗遊戲vs海馬決鬥 《魔導女武神》在外形上有著與黑木島女孩相似 但較為銳利的盔甲以及法杖 雖然超級相似 但在表情上 女武神更加的正氣凜然 眼睛也較為銳利 本身有著1600分的攻擊 與1800分的守備力 效果則是在場上存在時 對手沒有辦法攻擊其他魔法始祖 是個會保護人的帥氣大姊姊啊 好讚啊 不過看看黑內桑的攻擊力 怎麼感覺有點靠不住啊 雖然1600分的攻擊力不高 但俗話說的好 一個便當吃不夠 買兩個就沒有問題啦 只要運用效果的特性 同時登場兩隻魔導女武神 就可以封鎖對方的攻擊 不但讓對手不能打 還可以炫耀自己的艾卡 真的是太邪惡了 嗯? 你說你可以直接攻擊? 而在DM動畫播出結束之後 黑木島女孩呢 一直都有在歷代續作作為各種彩蛋以及吉祥物登場 那由於不是自己的本篇 所以自然登場的時間呢就不會太長 與美到新世代就會登場 派生雅種的什麼蓋什麼雅不同 黑木島女孩的續作雅種則是相對稀少 其中比較有印象的喔 這是杰亞魯時期登場的 眼丁丁魔術辣妹 登場於2012年2號週刊少年Jump 高橋和琪老師親自設計的新卡 有兩隻六星魔法使少女 疊放登場的辣妹 在設計上魔術辣妹 有的相較於以往黑木島女孩 更加性感且時尚的外型 不但印記在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卡圖的色調呢也更加成熟 那雖然卡圖只包含到了上半身 然而我們看到全身的設計就會發現 哇!老師是太刺激了吧 而在書中 官方則是這樣敘述她 操弄對手的魅惑美魔女 哇!這也太直接了吧 魔術辣妹有著取除素材 加上除外一枚手牌 就能獲得對手怪獸控制權 或者是復活對手目的怪獸的能力 真的是充滿色情的怪獸 時間到了2016年 遊戲王迎來了20週年紀念 由於故事主角再次 回到了武藤遊戲的身上 因此黑木島女孩也終於大動作增加新卡 而且這次增加的是一群黑木島女孩啊 官方你真的是太懂得出了 為了配合20週年劇場版上映 高小遊戲老師設計了一系列等級1到5的魔島女孩 直接讓他們組團出道 這些可愛的魔島女孩 就跟約有台的大姐姐一樣 許多都是水果名 有蘋果、莓果、檸檬、奇異果、巧克力 奇怪!怎麼就只有你不一樣 我們把每個人的字首列出來 就可以組成代表黑木島女孩的Black 遊戲也在劇場版中 使用了檸檬魔島女孩 與蘋果魔島女孩 讓大家見識了他的心後宮們 然後剩下的魔島女孩們 就沒有登場了 雖然高小老師設計了5位女孩 然而卻表示因為 不想讓電影表現得太浮誇 因此最終只有讓2位登場 由於只有部分登場的原因 因此後續出的模型與合作 我通常也只有登場的那幾位 真的是酷酷啊 導播不是這樣子的吧 OK以上就是本集 黑木島女孩的歷代卡片 那只能說黑木島女孩 就是個不敗的經典女神啊 雖然後續呢 有希望陸續出了這麼多的猛妹子 然而呢 都無法超越這個經典 那你自己又最喜歡哪一隻黑木島女孩呢 歡迎留言 喜歡影片的話 都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就下次再見吧